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的血管会逐渐的老化 血液里面会堆积很多的垃圾、毒素 时间长了 会导致血管的狭隘 血管堵塞 引起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 领压的老爷爷90岁了 如今身体依然硬朗 三高平稳 老爷爷经常用黄芹这样吃 可以把体内98%以上的毒素、垃圾 全部排干净 能够把血脂、血糖、胆固醇 都调理得特别的平稳 首先准备黄芹 黄芹是著名的中药材 黄芹对正常人心脏有加强疏疏的功效 对中毒或者是疲劳、衰竭的心脏 有人很特别的显著作用 主要表现为 科室心脏收缩 排出血量增多 相关实验证明了 百分之百的黄芹、注射液 可以使心脏收缩加快 而且能够改善心率 预防心肌炎 相关实验证明 黄芹酸含的黄芹多糖 最有双向调节小糖的作用 可以使血糖明显地下降 由此可见 经常用黄芹泡水 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 黄芹还能够使细胞的生理代谢增强 而且能够促进血清胆固醇的蛋白更新 对蛋白剧代谢 保护肝脏有促进的作用 黄芹比较适合补气 是补气的中药 如果气血不足 可以用黄芹泡水 帮助我们气韵通畅 对防很多疾病 再准备山楂 山楂是一种水果 又是一种药材 山楂还有一种叫做黄酮类的有效物质 这种物质 可以有效地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黄酮类的物质 在进入人体之后 可以很好的扩张血管 血流量也会增加大 可以将血压以及胆固醇降到正常值 山楂含有节脂酶 对于酶类物质有特别好的消化作用 能够有效地促进身体中胃液的分泌 极大的提高消化能力 关节人体的胃脏 消化不良的症状 尤其对油腻食物效果比较显著 研究发现 经常喝山楂水能够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可以保护心肌 降低血脂 胆固醇 中老年朋友们喝山楂泡水 对健康还有帮助的 我们再准备牛棒 牛棒是一种中药材 它对于高血压 高血糖 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牛棒含有了多糖 能够帮助辅助调解糖尿病的血糖水平 特别适合糖尿病人使用 牛棒具有排毒 健胃 消失润航的作用 对老年人的便秘 有很好的效果 牛棒可以加速乙醇 再提升的代谢 或者是醉酒者 饮用牛棒 帮助我们快速的解酒 能够很好的输精麻痹 活血通弱的作用 调解女性的精气 对于女性的气质血带 酒座办公室导致的气质不畅 都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再准备薏米 薏米也叫做薏仁 是一种中药 也是一种食品 营养价子特别的高大 薏米含有蛋白质 氨基酸 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能够帮助肠胃促进蠕动 同时可以吸水膨胀 使粪便软化 达到通便的效果 薏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维生素E 最有抗氧化的作用 能够清除体内多有的自由基 避免自由基过氧化 可以起到 延缓衰老 美容氧炎的效果 薏米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能够降低胆固醇 以及甘油酸脂 降低血粘稠度 能够起到 延缓衰老 美容氧炎的效果 薏米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去湿 消肿 能够去除体内的湿气 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达 水肿的朋友们 可以吃薏米 但是需要注意了 如果是脾胃血寒的朋友们 可以把薏米炒一炒 能够去除薏米的寒气 枸杞为茄科植物枸杞的成熟果实 秋果成熟时采摘 除去裹饼 放到阴凉地方晒干 就成了枸杞 枸杞的果肉特别的柔软 遇到水之后 能够很好的吸水膨胀 枸杞能够延缓衰老 不慎甜精 枸杞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 胡萝卜素 维生素E 鲜 黄脓类的抗氧化物质 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枸杞可对抗自有机过氧化 减轻自有机过氧化损伤 有助于延缓衰老 枸杞应于治疗 肾经亏虚 往往这类患者 表现为头晕目眩 少气懒炎 如果平时压力比较大 比较疲劳 都可以使用枸杞 能够缓解身体的疲惫感 枸杞富含到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 可以使您的皮肤美白 润泽肌肤 美容养颜 下面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中小火慢煮3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方向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受前因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喝了 全天都可以喝 当作茶来喝 这道代茶饮 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 稳定三高 预防心脏病 帮助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 可以清除血液中的垃圾 毒素 清理血管 对老年人来说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有帮助 做法简单 实在都是我们家里有的 如果朋友们需要的话 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做给家人喝 特别的好喝 好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